大家好 各位校長老師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EVI全新的平台EviGarden EviGarden的理念是自主探索學會學習 裝備小朋友面對未來新的挑戰 EviGarden的課程特色就是 它用了人工智能在後面 記錄了小朋友的學習興趣 它會介紹一些小朋友感興趣的內容 另外我們還有多元的課程 例如有探索360 生活知識等等 讓小朋友有選擇地選擇他喜歡的課程 另外我們還會記錄了小朋友的學習歷程 讓家長和小朋友都一樣知道自己的學習進度 從而推動他們去學習上更有動力 登入之後就會來到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跟以前的Evi平台是否好不一樣呢 以前Evi好像一本雜誌一樣每星期更新 但現在我們就把一個個課程放在這裡 直接給家長和小朋友看到 讓家長更加清楚知道小朋友在學什麼 而小朋友都可以根據他們的興趣 逐一選擇 我們一起以生活知識為例 對呀 裏面包含了十個小朋友經常接觸的主題 分了上下學期各五個來展示 而最大特色就是校管課程 一看就知道 這裡已經看到你們學校的校徽了 為何有這麼大的轉變 因為我們現在除了電腦之外 還可以在手機、平板、不同的流動裝置都可以看到 不如我們一齊來到去看一下校管課程 入到校管課程這個畫面 環額、文字和影片都可以給學校你們自己去修改 特別影片這個部分 校長或者主任你們可以拍一段大約兩分鐘的影片 去介紹你們學校的課程特色 讓家長更加知道學校的教學理念 然後老師你們可以在下面的地方建立你們的課程 先按深針課程 裡面就已經很簡單的操作三部曲就可以完成了 你想知道怎樣做?一會兒告訴你 當老師你們一個個課程建立了之後 其實可以在相機這個位置 更改這張圖片成為你們的主題書的封面 或者你們的校管書仔的封面 讓小朋友更加清楚知道 這一個就是他們學的課程 進入去你會見到不同的內容 一個個地放在這裏 小朋友可以根據這裏的順序 一個一個來自主學習 是否很心急看一下Evigarden裏面是怎樣的呢? 不如一齊來登入吧! 在這裏的順序